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是一个系列小说 与神对话曾经在纽约时报的书目的排行榜中连续高居榜首超过一百个星期 一百周 是一个人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 他出车祸是怎么样 结果他突然见到了神 见到另外的 他自己的原神去到另外的一个环境中 然后遇到了很多人 看到了很多事情 他就把这个东西给写成书了 把另外空间东西给写成书了 大概是个系列的 大概背景是这样 具体书和电影我都没有看过 我只看他的简介 是真是假呢 我有个朋友 是真是假 咱放一边 咱朋友说这个 我有个朋友 另外一个朋友 有个女孩 今年大概已经19岁了 大概 10年前 11年前 七八岁的时候 她在小学上学 上美术课 她在这边上美术课 上画画了 我也没在这边上过小学课 上画画呢 可能这边的上课跟国内那个概念两回事 国内那个上学 孩子上学 我觉得就是摧残 真的 说心里话是摧残 是伤害啊 是摧残和伤害 那 在这边上学呢 我记得刚刚出国的时候 看过这边的学校 我怎么看就有点堆不上茬 你知道吧 就非常自然 非常自由 是启发的环境 这就不说了 我们还要说归正传 说这孩子 这孩子上绘画课呢 他画出的画呢 让他学校的老师呢 比较吃惊 就是说 他的笔触跟他的内容 内容他能理解 但他的笔触跟他的立足点 和他表现出来的某些氛围 他老师意识到很超然 非常超然 而且 没学过什么画画 但他笔触很细腻 然后老师就问他 这边信仰 宗教信仰是人自由的 老师问他 就是 这是从哪来的灵感 你怎么画 这孩子就说 我看见了 他老师就有点懵了 说你看见什么了 他说 我画的这些东西 就是我看见的 西方人对一些灵异的事情 不拒绝 不会像咱们很多 我网上评价 有人说 这个神棍 在骂我神棍的 我就乐 乐什么 见过傻蛋的 没见过傻蛋他奶奶 或者他爷爷 你就是 你就是 骂不着我 你是傻蛋他奶奶他爷爷 开玩笑了 所以这孩子就说 他是这样的 那老师就没拒绝 老师就说 那你愿意怎么画你就画 他大概在这个学校待了两年多 学校留了他很多话 作为学校的校史 学校的历史 学校的一份记载留下来 放在学校橱窗里 瑞涵现在已经很大了 他现在到一家 与好莱坞有关的一家 做3D绘画的公司 学校 私人学校 可能掏了不少钱 去学画画 去学3D的 学这种电影制作 大概学这些东西 那这孩子 这孩子特点就是画不多 画不多 我们有交流 他听我交流也还能听 就能听的原因就是说 在他的话中说 叔叔你能理解 我在干嘛 他说你能理解我在干嘛 你的理解跟差不多 跟他干 他话很少 这个孩子很少说话 你可能现在的医学 叫自闭症啊 这个症 那个症 那个症 这个症 我绝对就是个笑话 真的 我觉得就是个笑话 每一个人存在 都有他的独立性 当今天人 解释不了的时候 都把他当成生病 病去解释的话 这个当爹妈就有病 美元兼停 冲击了人民币外汇的储备 这是花街日报 连续在分析中国外汇问题时的 最新的一篇 两篇文章当中的一篇 十月份 外汇储备两年来 丢失最大的跌幅 原因 其中 其中 他说很主要 主要的原因 是美元太强盛 第一 美元太强盛 第二 应该 刘鹤采取了行动 干预人民币汇率 他说就这主要两个原因 两个原因 九月份 人外汇储备下跌 丢失227亿 十月份 丢失了 340亿 所以两个月加起来570亿 他还没算八月份 八月份也是丢失的 八月份如果 我不知道是多少 是如果有200亿的话 700多亿将近800亿美金 三个月没了 800亿美金没了 800亿美金没了 外汇储处备 现在是 30,530万亿 就是只剩3万亿了 3万亿 大概有25,000亿 他都动不了 大概有25,000亿 根本不是他手里的货币 一缸手里头 没有多少美金 3000亿 他可以动的 2000亿 3000亿 也就这么大数 你看一看 他在查封 包括蚂蚁金服在内的 所有这些金融资管产品 已经只是 他在查了 大概五大金融巨头 被他查了 主要是网上交易的 还有北京金融控股 是什么 那个在金日点击当中说了 罚他们就于罚美金 弄他们就弄美金 你兴兴 弄他 弄他那个 弄他这个支付宝 跟微信支付 就弄他外汇 不用他弄 哥 我也得弄啊 我随时就崩了 没钱了 你要明白 兜里没钱了 你有房子管什么用 说我有房子 你家国家有资产 都是房子 都是房子 房子能弄饭吃吗 很多中国人买房子 然后到商场去买 降价的火腿肉 那个火腿 中国做的火腿 来了 本来就卖九毛九 九毛九再降价 四毛九 抢那个 家里住了一个一百万的房子 我说的不是笑话 中国开餐馆的 为什么竞争太厉害 中国餐馆不干净 外表他怎么摆设 都摆设不出来 西方人的那种 西方餐馆所有的那一份东西 没有 那桌子一摸 能把手粘上 对不对 所以中国餐馆 就中国人去吃 中国人吃 那中国人不会做别 就三把刀 就是开餐馆 那剃头的更便宜 那脏的就没法说了 那他大家就杀家咯 你杀家 你上哪儿挣钱家 就这么开餐馆 我认识几个开餐馆 我曾经原来拍过一些餐馆的视频 去过几十家餐馆 基本上人家说法 涛哥你知道吗 没房子的时候 还出来吃个饭 有房子了 全在家吃饭了 所以你看到中国人 福建人开超市 那叫火爆 开着宝马 奔驰 法拉利 灵志 到那儿去抢便宜菜 那朋友会说了 那在中国餐馆吃饭的是谁 留学生 爹妈在国内赚钱的 把脑袋卡下来的 到这边 二十岁左右一群孩子 主要的时刻 是这帮孩子 老爷们成家吃饭的 少 极少 嘿 这事就回来 说说就回来 就这么回事 我说的意思 这就是他消费的习惯 不是消费的习惯 他是经济 经济实力的真实表现 这里面他谈到 经济学家认为 叫价值效应 是造成 外汇储备下降的主要原因 而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抛售外汇 来保人民币 他这个价值效应的意思 就是美金强盛 美金太走强了 据说他还要加息 这样的话 美金走强 而人民币呢 汇率他不敢超过七 对不对 所以他要 不让他超过七 那你只能 只能去买人民币 抛售美金了 而在他的这种增值的过程 自然就把人民币 逼掉之 逼下来 逼下来 所以这个道理很简单 他认为呢 在 叫凯头 宏观 经济学家 这个人姓刘 他说 中国央行10月份 卖出了140亿美元 9月份卖出了 170亿美元 是为了保护 是为了保这个外汇 就是不让人民币 汇率呢 充到七 而剩下他损失的 就是因为 美金的 美金的 美金指数的升高 美金指数的升高 这是他认为的 但是呢 同时间 就在同时间 华尔街日报的另外一篇文章 中国在线资本外流的迹象 一定要小心 所以这是对等的说法 3月份 星期三公布的数据 昨天 外汇储备减少了340亿美元 应该 让引起投资者担心了 他说 现在的状况 并不是2015 2016 外汇 下跌的 当时的 持 当时的 持续外汇流动的那种压力 还没有 但是新的数据 显示 过去4个月 10月份 从 10月 9月 8月 7月 也就是从贸易战开始 中国的投资环境明显恶化 从交易中不能获利 意味着人民币的压力更大 而在国内大规模货币刺激政策的空间变小 所以他就直接讲 他的概念就是贸易战引发 净交易收益全年疲软 影响被大量的投资流入给抵消了 他说境外投机构持有的中国国债的规模 增加了大概人民币八百亿 大概一百一十亿美元 原因就是 中国债券被纳入了一个主要的全球债券基准指数 我忘了是哪个 我忘了是哪个 但他确实是这样 所以当基金经理去购买那个全球债券基金指数的时候 他自然在购买 自然形成了购买中国债券 这是一个组合了 一揽子组合了 所以这是基金经理们在投资当中 自然出现的客观状况 他受益于中国的债券进入那家指数 是这么个原因 而不是主动的去购买什么 不是主动的购买什么 但是现在出现的状况是 第三季度外国直接投资净额是零 是零 他说第三季度数字应该是初步的 而美元走强 持续走强 会促成人民币的储备价值下降 这是更加糟糕的 这是应该是更加糟糕的 而债券市场资金流入已经放缓 是很难令人难以忽视的 通货膨胀 增长放缓 中国的经济持续放缓 这是关键原因 这是关键原因 另外一个 外国投资 外国外资对中国资产的兴趣本身 在逐渐降低和放缓 这是更加可怕 与中国整体经济相关 所以这篇文章同样不长 但是他认为 四个月的中国经济 中国的外汇投资状况的衰败 已经出现了 外资就是美元会向境外流出的 一个资本外流的现象呢 已经显现出来了 已经显现出来了 跟刚才那个内容合在一起的话 基本上就是合拍的 而现在的资本 就是外资管理这种额度 就是对资本流出的这种管制程度 我相信很多朋友会有切身之痛 你想从中国境内把钱汇到美国去 汇到加拿去 数到难 难于上青天 很感谢朋友们对石涛的支持 也就是说 如果钱都出不来的话 那就是人民币烂锅的表现 外汇不让你出来 就是人民币烂了 这是一个简单的 很简单 不用金融学家的 都可以理解的一个基本概念 未经许的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